请收看 汇律法师 冯雪讲座 以下 指动归指 指跟弥动 为字两变 灵字一种 这个指动 动跟静 也是对立的 这句话的意思直接解释就是 想要指住那个动归静 就是违归到指 指 回归到静的意思 指就是静 简单想 如果你想要指住这个动 回归到变成静 你就动这个念头 就更麻烦 指跟弥动 你有指住这个动的念头 就会动得更厉害 根本不能得到真正的静 真正的静 动性本空就是静 这是真静 我们一般人啊 城市生活的烦恼了 空气污染了 车辆多了 跑到深山静一静 远离城乡 那个不是真正的静 那个是没有声音 比较没有人潮而已 烦恼呢 烦恼还在啊 那个不是真正的佛讲的静 佛讲的静是心静的解脱 不受动静的影响 所以动跟静用外在来划分的 而心静没有动没有静 从来没有动过 不需要再加一个静 不需要七向静 楼来藏性 本无一物 不需要止住这个动 要回归这个静 指跟弥动 想要止住它 就更加动得厉害 为之两边 就会停滞在动静两边打转 因为信心明是扫荡 两边嘛 动的这一边 要不然就是静的这一边 所以我们众生不知道说 动体及空就是真正的静 离开了动 找一个静 那这个静还是动 为什么 那是你没有声音而已啊 心病没有开悟啊 所以好的环境不如一个好的心静啊 静之一种 你怎么知道说 这个其实动静体本来就空 本来就不二 不二 动静它的体性本 空本来就是不二 静之一种 我把它贯穿起来 指动归指指个弥动 为之两边 静之一种 想要止住这个动 回归到这个静 你就动这个指的这个念头 就会让心动得更厉害 你一直停留在动静的两边二连对立 殊不知它是一心所为 灵之一种 为什么 因为动空静还是空 同一个空性 对不对 你想止动取静 就越止就越动 反而限于边境 动的边 要不然就静的这一边 妄加取舍 跟无微法根本不相应 无微法不怕动 无微法不怕静 无微法跟动静无关 无微法不离动静 动静不是无微法 动静当体机空就是无微法 佛法就是这么奥妙 其实法本不二 就是欠物而已 插那个开物而已